大陆十八大今天登场 而本届的焦点是最年轻的代表 也就是22岁的奥运冠军 焦刘洋一现身就被团团包围 同时他也大方的表示 希望未来有机会到台湾访问 而除了代表之外 还有这平均不到20岁的李仪小姐 也是一大亮点 他们甚至还摆起 时下最航的骑马舞的姿势 让媒体拍照 手拿盾牌的防暴警察 数百位公安武警高度戒备 会为十八大代表进场 最大焦点就是他 本届最年轻代表 22岁的奥运运冠军焦刘洋 以后有没有计划访问台湾 我会听组织的安排 所以如果有组织安排 就可能会去台湾 如果可以的话 快点想去哪里呢 最近还是训练的话比较忙 然后可能近期的话 不会有什么太多的安排 相较于焦刘洋的大方 解放军另外一位亮点 毛泽东的孙子 毛新宇则是相当低调 被问到敏感的政治改革 毛新宇不发一语 旁边的解放军还不断赶媒体 2270位代表 在短短一个小时内 鱼冠进场 只要是关键人物 就被团团包围 而且这边还有最美丽的风景线 就是这边的李仪小姐 白体骑马舞pose拍照 穿桃红色及红色制服的李仪小姐 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 每天自己在家里边就对着镜子练习微笑 最苦的就是站姿 一次要站多久 一次站两个多小时吧 一天要站多久 一天站三次 另外远从云南 蒙古 西藏而来 穿传统服饰的代表 也很吸睛 而各国媒体 为了拍到代表们进场的好画面 不仅蛮长跑 甚至有摄影 摸黑三点就来排队 就是要在卡位大战中 抢一席之地 中文新闻 18大采访小组 北京报道 中文新闻